最近中国女排正在福建漳州集训 备战7月下旬的巴黎奥运会 此次巴黎奥运会对于中国女排而言非常重要 期待能够争夺奖牌 与此同时 在中国女排集训的时候 就在最近中国女排的主公手王云露 还接连在社媒发表动态分享心情 在回复球迷的言论当中 王云露显得非常低落 外界猜测他将无缘巴黎奥运会 而且他的IP地址已经显示 在北京而不是集训地福建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外界球迷基本上都猜测出来 王云露接下来估计要告别巴黎奥运会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球迷难免心疼王云露 这几年一直跟随中国女排作战 付出了很多 到头来却不能够实现自己的奥运梦想 换作是任何一个女排职业运动员 估计心里面都会不好受 因此在没有弄清楚真相的情况下 有些球迷质疑是主教练蔡斌主动放弃了王云露 而选择其他老队员参加奥运 在这样的情况下 蔡斌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面临着很多的质疑和各种攻击 看到自己的恩师受到外界的批评 王云露打破沉默 在球迷群发声力挺蔡斌 从中可以知道 这一次中国女排奥运名单的定夺 并不是球迷想象的那么简单 从网上截图可以看到 随着王云露无缘巴黎奥运会的传言闹大后 王云露在粉丝群和真爱粉交流 首先他希望大家不要攻击主教练蔡斌 因为蔡斌是自己的伯乐和恩师 是蔡斌主动招纳 才让王云露有机会再度进入女排国家队 另外一方面 关于这一次名单的定夺问题 王云露用了11个字揭露实情 大概的意思是 很多事情是蔡斌左右不了的 按照王云露的意思 中国女排这一次征战巴黎奥运会的名单 并不是主教练蔡斌一人能够定下来的 所以他希望其他球迷不要为难蔡斌 蔡斌也非常的不容易 他面临着很多艰难的抉择 王云露这一番话 显然说出了中国女排奥运会名单 选拔的内情 历来中国女排选拔球队参加巴黎奥运会 除了主教练提出意见之外 中国排鞋和国家体育总局 也会提供他们的指导意见 除此之外 各省队的女排球员 估计也会有一定的名额 在这样的情况下 经过各种名额分配 可能就轮不到王云露了 况且在主攻方面 王云露的实力 对比其他几位候补主攻 并没有具备太大的优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最终王云露无缘巴黎奥运会 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稀奇的事情 只不过 这两年在朱婷以及张长宁缺席的情况下 王云露为中国女排征战了很多比赛 所以球迷一时之间不舍得而已 不过就像郎平当年所说的 教练也非常舍不得每一位弟子 但是奥运会参加比赛的球员 也就12位左右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他女排球员势必要被放弃